手拉手唱着歌 黎巴嫩民众从北到南大串联 组成一百七十公里人链 抗议政府腐败 7机车挡在路中央 还有人洗地而坐 形成人肉路障 瘫痪交通 抗议导火线起于黎巴嫩政府 10月17号宣布 对通讯软体开征网路通话税 点燃人民怒火 政府为了平行民怨 抛出一系列打击贪腐的改革措施 并且和抗议民众对话 总统放低姿态 但民众可不领情 要求政府下台提早举行大选 就在双方陷入僵局的同时 国家经济也陷入停摆 黎巴嫩央行总裁表示 经济就快全面崩盘 银行大门申索人民无法提款 企业发不出薪水 全国三分之二私有资金被切断 黎巴嫩的经济和政局 正一步步走向悬崖 大家新闻就不先编译